两年三马来西亚女被台湾人屠杀,法医高大成指责被害人Victim Blaming你去做有的没有的,不洁身自爱,不然别人怎么不会遇到的恐怖 10月17,2022,马来西亚24岁蔡信女大声遭勒必引起马国网友不满,法医高大成除自豪台湾治安外并痛斥被害人遇到坏人是因为你去做有的没有的,不洁身自爱,不然别人怎么不会遇到 这种谴责被害人的台湾文化获得大量台湾网友支持,现由于法医高大成遭到恐吓,他禁止马来西亚网友在他脸书留言,更引起台湾媒体开心报道 于此,我必须指出几个问题 图片说明,高大成强烈谴责被谋杀的马来西亚24岁蔡信女大声不洁身自爱,不然别人怎么不会遇到,翻射联合新闻网 一,谴责犯罪被害人是恶职地台湾文化,法医高大成认为台湾治安好,遇到犯罪是几率问题,这必然是他的中心思想 由此我也推定,当法医高大成解剖超过一万句的遗体之中,若因犯罪死亡的,法医高大成也必然在每次解剖时都有类似想法你去做有的没有的,不洁身自爱,不然别人怎么不会遇到 我要问,谴责被害人不洁身自爱,不然别人怎么不会遇到,这不是典型的父权思维,厌女 举例来说,当有女性被性骚扰,有人会说是你衣着太暴露,被跟踪骚扰,有人说你太晚回家 这种转移乃至减轻加害人责任的行为如今在台湾性别平权的观念下被认为不正确 但为何有人被杀,法医高大成却可以公开指责被害人你去做有的没有的,不洁身自爱,不然别人怎么不会遇到还被广大台湾网友与媒体叫好 因为被害人是马来西亚女性吗?好恐怖的台湾文化,Wiki中指责受害人Victim Blamint描述,刚好就是高大成的行为模式 如,在侵害行为或犯罪事件中,将过错部分已知全部归咎于受害者,认为受到伤害一定是因为受害人本身有错 在对欺凌、抢劫、强奸、性骚扰等行为的评论中经常出现,省略号 任何罪案的受害者都可能成为检讨受害者的对象,而对性犯罪与家暴受害者的检讨是尤其严重的问题 在历史上和现代,很多社会都一直存有对性犯罪与家暴受害者的偏见 像例如在已知受害者与家暴事前彼此认识的状况下,人们对强奸受害者的检讨,更深于对抢劫受害者的检讨 看到台湾大众这样支持高大成,原来指责被害人这种思维在台湾人心中根深蒂固啊 二,高大成为何认为模特,直播主乃至交朋友是有的没有的,不洁身自哀 马来西亚24岁蔡姓女大生她生前在当模特,直播主,可能因为交友而被害 难道在台湾一般社会通念中,当模特,直播主乃至交朋友是有的没有的,不洁身自哀 难道因此死亡就该被台湾社会公审不然别人怎么不会遇到 媒体在报道法医高大成的言论时,没有觉得这很荒谬 还是这本来就是台湾价值的一环所以见怪不怪 显然,法医高大成的想法就是,来台湾或在台湾的女性 不该当模特,直播主乃至交朋友,不然,一旦被害死亡后,高大成还会来句不然别人怎么不会遇到 法医高大成因为上述言论被留言威胁,高大成因此将来自马来西亚脸书网友全面封锁 如果有别人用高大成的逻辑说就是因为你这种态度,不然别人怎么不会遇到 你高大成做何感想?你会认为你自己错了? 点,就像之前高大成评论张话牛张之事件时,他收到到上人是警告了 要他不要再讲了,他说就算怀疑是谁,也不会讲出来 记者问,你会不会有危险?高大成说,很难讲,因为这个人很凶残,不是很大胃,但是很凶残 他说,不是这个人本身跟他讲,而是透过别人传话,说拜托一下,别再讲了 结果,警方因此加强巡逻,警方有因此公开批评你高大成讲有的没有的,不洁身自哀吗? 警方有像你高大成一样指责被害人吗? 三,这是高大成的医德,也是台湾文化的展现 高大成公开指责被害人有的没有的,不洁身自哀,无疑是伤口撒盐并且替加害人检责 好像是因为被害人先犯错才导致之后被谋杀 如果高大成不是因为被害人的国籍而发表歧视言论,那就代表高大成对所有的犯罪被害人都有类似的不然别人怎么不会遇到思维,非常可恶 相反的,如果高大成因为被害人的马来西亚国籍而发表此言论,那就代表高大成就是对马来西亚人歧视 如果大家不健忘,2005年选举期间,高大成等12位医师曾泄露台中市长湖志强病例,招致社会负面观感 2007年,高大成却出任医师公会伦理纪律委员会召集委员,全联会医师干部说 高大成当伦理纪律律兆委,外界不应给予异样眼光,法律也没有起诉当年泄密的医师吗?社会不能因单一事件就否定高大成当兆委,这样不公平 高大成所违反的,是医师伦理规范11条内容医师应尊重病人隐私权,除法律另有规定外,医师不无故泄露因业务而窒息之病人秘密 当年高大成医师被处以警告一支,并要上16小时医学伦理道德课程,后来竟然可以三折功而成梁医摇身一变成为任医师公会伦理纪律委员会召集委员,也是台湾文化的奇迹 点,这次事件中,起因是马来西亚网友对台湾屡次发生台湾人屠杀马来西亚女性事件,而质疑台湾治安水准 高大成利用强调台湾好的言论包装他歧视被害人的心态,然后台湾社会不以为意 难道说,台湾文化已经进化成凡是批评台湾就是敌人,只要替台湾辩护就是对的,即使是谴责被害人这种遏制言论也可以 Blackjack2022年10月17日,两年三马国女遇害台湾治安怎了?高大成,比马国好100倍 2022年10月15日13点59分联合报